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申阿姨是不是 以林依伦老师带领的花轮组合 培训出来的那一个伪装者呢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我们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有没有 太厉害了 接下来 我们请前锋代表兄弟团 来陈述为什么你们认为 申阿姨是伪装者 我们都是提供自己的一些线索 拼接起来的 好 我之前说的喊妈的那个状态 就是根本不像是 喊亲妈的那种状态 因为太刻意了 对 妈 替我一下 我妈妈洗干净了 你们可以吃 而且申阿姨在台上的表现力 就是很多首饰 对 我要卖蘑菇的话 我就会给她卖好 品种我会一步一步增加 所以说后来我就成了魔王 而且我跟大政委还偷偷观察到 自从我们说他们俩不像的时候 那个刘欣姐开始靠在妈妈身上 哎呦 靠着申阿姨 哎呦 那磨头 一博 你提供了什么 我提供的最后写名字的人是我 最后写名字的人是我 好 你们三位当时为什么就 其实我从这儿说是我拖了后腿 其实玉民哥已经怀疑是 申阿姨了 我觉得太像了 但是他那个切蘑菇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像很专业的 对 刀法 就是像加长的那种 然后我想说你们这个卧底的这个 实在是太干扰我们了 五分钟我们用了四分半的时间 都在猜对方是谁是卧底 所以没办法 好像没有什么权力发言的样子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 他歌唱得太好了 估计那个刘露宁的嫌疑比较重 然后他也从来没有摸过他的虾和螃蟹 故意演的 他这是演的 故意的 好 好